歌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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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茲 亞馬遜的創辦人 我等一下講他的故事給你們聽 看你們會怎麼做抉擇 他在標題是你的選擇 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的選點 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 其實 在人生裡面 在每個人的過程裡面 你們都會遇到人生很多的小故事 有的時候我們常常在講 對我們訓練的人來講 那叫高峰經驗你把那些好的事情 你常常在存存在 你的快樂的記憶系統裡面 你有當時再起起來 真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滑滑滑 這樣辛苦這樣感覺身體都是濕的 你可以想一些有趣的事情 想一些快樂的事情 你會發覺那個 轉化力量很大 我每次都記得那個畫面一定要記得 我每次都記得我講給各位聽 我有一次 那天真的天氣不錯 我心情也不錯 我就問說 想要跟我去逛台北市有名的建國花市 建國花市 結果 六個女孩有四個在哪裡 那四個去建國花市 就已經 陣仗很浩大 我一個爸爸 勾四個女孩 倒邊兩個 那些人都會問說 這都你的 還沒交出來 他說真的假的 我說還沒有全部出來 我帶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去逛建國花市 然後老大沒有出來 然後老六那時候太小了 也沒有出來 就死了這樣 也沒有特定要買什麼 我就看了那個郁金香 我就很喜歡郁金香 我這個我有去投稿 我就說 欸 爸爸好喜歡郁金香喔 然後那個 那個老二 就說 他喜歡那個 什麼花 我忘記了 反正每個人就在講他們自己喜歡的花 然後那個老三講 差點 就在那邊笑很久 差點噴飯 真的 如果嘴巴有東西一定噴出來 我說 我就問啊 因為老二也講他喜歡什麼花 老四也講他喜歡什麼花 老五也講他喜歡什麼花 都已經講了 我說那 老三我就問他 他屬老鼠的 他就真的很愛吃 有一次我就 我就那個 我問你困島嘛 那時候他這兩回我 我問你困島 我就不注意了 睡覺了 看他的嘴 嘴都發白 你知道嗎 整個嘴都反白 剩一個 叫他吃到什麼鳥匙 或是什麼 放在角落的鳥匙 不是 結果在那看 孫來孫去 欸 櫃子打開了 然後裡面看到 一包東西喔 裡面只剩下 欸 那小孩兩回半都很厲害喔 吃完都把他寄都放在裡面 他把那一包的 那酸梅啊 那都 堅塑起來 那種乾的酸梅 全部把那個果肉吃掉 這樣 那個果盒在裡面這樣 那都有白粉啊 所以整個嘴都反白了 齁 我想說 我們吃一個酸梅 就已經很痠了 他整包 三四十顆 看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吃得更好 因為那個櫃子裡面 可能餅啊 湯啊 都去吃了 沒東西好好吃 這樣 把酸梅一睡 整包吃完 他說 我不行說明了 大家說明了 因為他們那個 初期版國際版都最過 都會來看我的錄影 說 百里市 都沒有事情 大家說 我的事情 不是這樣 不過 跟他們相處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我就問那個老三 這麼多花 你喜歡什麼 他就盯著一團 好漂亮 好大的白色的繡球花 然後指著說 我喜歡爆米花 他連去欣賞花都還在想著他要吃的花 他喜歡爆米花 他最喜歡爆米花 大家都給他笑 你連繡球花 你可以把它看成爆米花 他覺得 哇那好大喔 怎麼一坨繡球花可以 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一大盆的爆米花 我有投稿 你要常常把這些 你生命中的 愉快的事情 記錄在你的腦海裡面 貝佐斯 他剛開始就在記錄 他小時候 他差不多七八歲 他經常去他阿公那裡 他阿公在德州的牧場 德州很大 他那裡過暑假 他的朋友阿公修理風車 拿牛 住車 打疫苗 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弄一些雜草什麼 每一天的阿公 他都會跟他們阿公 到底看連續劇 所以他們阿公阿嬤感情很好 他們阿公阿嬤 是他最愛的 最崇拜的兩個老大人 他們也是露營拖車俱樂部 露營拖車俱樂部 他們那個全國的一個 露營拖車俱樂部的會員 所以那是一個 美國都有這樣 你的日本還是你的腳下拖一個露營車 然後全美國這樣到處跑著去露營 所以他們會定期結伴在美國 加拿大 甚至墨西哥 到處去玩 他都會去參加 然後呢 通常一次就是 就是想救三百台 三百台的拖車 很壯觀 他有一次十歲 他十歲 他就跟他們阿公阿嬤也坐去露營車 他們阿公在開車 他們阿嬤很愛吃粉 就一直在吃粉 他們阿嬤也要抽菸 那個時候 他剛才會要塑學 所以他都會算來算去算來算去 做一些簡單的加減存儲的計算 他自己 自己會去做計算 他會算說 他這個車現在買 一湯油可以找多少公里 還是說這湯油花多少錢 他都會去那算 那時候他就在路邊 看到一個很大的廣告 他剛好拖車經過 他看到很大的禁止 在警告抽菸的廣告 然後看到他那邊寫說 抽一口菸 就會減少兩分鐘的壽命 他就 他就 他就算好了 他就算差不多的壽命 他就去頭前阿嬤說 阿嬤 他剛才有一個抽菸的廣告 說 吃一碎粉會減多兩分鐘 你 從年輕到現在 我照這樣算 你已經減多九年 他這樣覺得很得意 數學 小小年紀十歲 結果他阿嬤聽說 耗出來 扣得很大聲 一直扣 一直扣 他整天扣去 他整天扣去 那時候阿公 也沒有在關拖車 他阿嬤扣得很重心的 我孫子說我減多九年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吃這麼多分會減多九年 一直扣 他阿公沒有跟著那個拖車隊 他要把拖車停在旁邊 他在後面一直扣 他說阿嬤一直扣 他一定做不到什麼事情 如果是你 你怎麼處理 你是那個阿公 你怎麼處理 叫他們孫賣 不是 叫他們沒賣 不是 他在後面 他阿公走到後面叫他駕車 他阿嬤在車門口 他們兩個駕車 在旁邊 他們說他一句話 他們說他一句話 一世人都會忘記 到他未來 他成就這麼多 好幾百億美金的這個企業的執行長 他都永遠記得這句話 他跟我們分享 他們在後面跟著他講什麼 那是你怎麼說 很多時候 台灣的父母親 都是用打的 你的夭壽 你怎麼這麼不孫 說你阿嬤減多九年 是你怎麼補這樣 你沒有看 台灣現在很多電視劇 都用打的 他們阿公跟著他 他說 傑夫 總有一天你會了解 做一個善良的人 要比做一個聰明的人 更困難 做一個善良的人 要比做一個聰明的人更困難 這世紀很多人 我們現在來這裡 一起為民政府付出 你是要當一個聰明人 還是要當一個善良的人 完全在於你的選擇 我每次 有機會在跟政治局的 這些年輕人 精英在上課 我跟他們講 我人生的作用民 我出社會到現在 對我人生幫助很大的 真正是吃虧就是占便宜 真正的 人生在世誰不會吃虧 很多人就會算計你 你吃虧就是占便宜 你如果這樣想 對你來講你會很輕鬆 其實你是占他的便宜 因為他這樣 一世人他要很辛苦 因為他佔你的便宜 那你一下就忘記了 吃虧真的就占便宜 然後呢 我都告訴政治局的這些年輕人 你們年輕不太了解 有用是建立在無用之上 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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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 人人上口 到底怎麼樣是人和 有用建立在無用之上 我們中央需要很多的志工 我今天有機會站在台上 是我先從志工開始 來這裡當志工 你看秘書長在做什麼 秘書長再去五點滑就出來 然後他的習慣性他都會去 你就看他做什麼 我們看秘書長 他以後要領導台灣人 他在做什麼 他會幫助大家 把環境弄整潔 我常常看到 我常常看到秘書長 比如說在一個桌子後面 一個小花花盆旁邊 然後旁邊撿出一支煙蒂來 我常常在想 我們未來的高級政府公務員 你們怎麼會在那個地方放煙蒂呢 難道沒有垃圾桶嗎 為什麼要這樣的習慣到處亂丟煙蒂 而且我們每次都會提到 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是讓大家方便去上廁所的 那裡面窗戶都是關著的 結果躲在裡面抽煙 躲在裡面吃檳榔 那我們這次颱風人比較少 平常人都坐到後面去 那對後面人來講公平嘛 我自己以前也抽煙 抽了14年 我沒有抽煙真的是因為我女兒 我女兒真的這樣跟我講 我女兒看了也是看了那個廣告 然後跟我講說 爸爸 我希望你以後可以牽我的手進禮堂 爸爸不要再抽煙了 沒有女兒很快就死掉 我以前一天啊 因為我覺得人都會這樣 他說抽煙什麼 反正人都會這樣找理由嘛 抽煙飯後一根煙快樂四神仙 抽煙可以幫助排便 抽煙什麼可以放鬆 抽煙可以減輕壓力 反正你被假婚你就總有理由嘛 難道一定要抽煙才可以做這些事情嗎 以前會覺得喔 沒有抽煙沒有辦法去上廁所 一定要躲在廁所裡面 然後蹲下來一定要抽一根煙才有辦法上廁所 這都是 這都是心理狀態 當我女兒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覺得我以前也是運動員耶 我體力變得好差喔 然後後來我有高血壓 我有糖尿病 我真的是為了健康 我開始 讓我自己吃得更健康 讓我自己 生活得更正常 沒有以前在做生意 我以前也開公司啊 以前做生意也要交進應酬啊 常常半天兩三點又在外面還沒回去啊 當我開始做教育訓練 哇 公司收起來說 我老婆說 她撿回來一個老公 真的 所以人為什麼不能變 我以前也可以這樣子出去外面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管她兒子女兒生那麼多 都在外面打麻將 真的啊 交際應酬嘛 總有一句 我現在賺錢都是為了你們耶 讓你們有好日子過耶 理由很正當啊 結果公司收起來 收入減少 但是我老婆說 她撿回來一個老公 為什麼 我開始會 跟我女兒有互動 開始跟家庭有互動 生活變得比較單純 比較正常 那一定要交進應酬 叫我活動做生意 沒有耶 你真的 你是物以類聚啦 你跟誰聚在一起 以前的腳腳也是會腳下來 腳一腳腳兩腳 腳腳就沒腳了 有人說你沒用嘛 你有事嘛 所以人都會這樣子 你如果有在打牌 你會覺得 怎麼一天都有人在叫你打牌 因為你散發出那樣的磁場 來約我打牌 快點 我現在閒閒沒事 就會有人打電話來 欸 欠一腳 你看你散發出什麼樣的磁場 我現在不是耶 現在假日我們就想說 家裡一起到哪裡去玩 去哪裡踏青 到哪裡教外去玩 去看看哪一些博物館 藝術館 以前從來沒有覺得過 原來豬名美術館這麼漂亮 原來三義木雕博物館 英歌博物館 這麼多台灣這麼多景點 現在這麼多的 這個藝術氣息的地方 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耶 會覺得自己以前很悲哀 禮拜五 開始就已經排滿行程 排到禮拜天 都是在室內 禮拜一到禮拜五都在室內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還是在室內 一定要在室內運動嗎 而且那時候通常都會有肩頸痠痛 通常完了以後還要去給人家按摩 這都是惡性循環 那你為什麼不讓自己變成善的循環 各位今天坐在這裡 三天 你想改變了對不對 你想改變了嘛 你才會坐在這裡嘛 所以我們現在先回到這裡來 我通常在前面都會分享一個比較軟性的 讓各位可以未來這個半個小時 我們集中一下 來學習一下 到底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萬國公法 國際法裡面 包含萬國公法 包含國際戰爭法 包含舊金山和平條約 國際法就是在國際上 大家承認的 每一個國家一起承認的共同的法律 像萬國公法 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這些是到每一個國家都適用的 你不會說到每一個城市 就有不一樣的法律 國際戰爭法 那個 幫我放國際戰爭法 到底國際戰爭法是怎麼來的 在那個下一張投影片 那個台政已經抓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一系列投影片下面那張 對 對 戰爭法 在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 這是整個戰爭法 第二個 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個 國際紅十字會總章程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第四個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匯編 然後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這統籌為戰爭法 這是戰爭法 所以這裡面要讀的東西很多 民主黨就是專修這個戰爭法 他在國際戰爭法 他在國際戰爭法 他絕對可以排得到全世界前十名 我看在世界上真的是數一數二 很多國家都要邀請他去演講 這是國際戰爭法 這我們 沒有去專攻的 我專攻的 不是這塊 我專攻是注意力這塊 每一個人都一定有 術業有專攻 那但是基本的我們要了解 你至少可以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賣一聲就去用口頭 你如果說這個出來 人家會說 你真的有在打過 你有專業嗎 這叫戰爭法 所以戰爭法裡面 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已經約定成熟了 佔領不得宜專駐權 佔領不得宜專駐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戰爭法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沒有辦法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就要回復到佔領不得宜專駐權 就要回到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那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流亡政府 到底是不是 你們都知道是嗎 為什麼 為什麼是 你告訴我為什麼是 他為什麼是流亡政府 在國際上 大家就會去認定 你今天去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你的代表名稱是什麼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就代表流亡政府 為什麼 沒有一個 通常在講一個國家 China就是China 或者說你是Shanghai China 那個國家的名字在後面 他用Chinese Taipei 就像那時候 Korea Shanghai 韓國上海 上海是一個城市名 為什麼國家名會在城市名的前面 我們都知道國際的住址 國家名都在最後面 所以當他講Chinese Taipei 一切都不用去解釋那麼多 奧林匹克我們掛五環旗 然後我們是代表 中華台北 那應該是 那個流亡政府裡面的難民 去代表他們嗎 我們幹嘛代表他們 所以他們只是流亡在台北的一個流亡政府啊 那照到底這樣講 他們的治權就不應該 他們的治權就應該 如果是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們的治權就應該在他們那個 這個領事館 或是說那個流亡政府的那個使館裡面 為什麼會擴大到台北市以外 或者是他們的使館以外 為什麼 這裡面他們就違反了 國際戰爭法啦 他們佔領了台灣 他們有沒有移轉主權 有 他們把那個時候 他跟麥克阿瑟講 他們把台灣的人民 暫時都規劃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那時候 我們是什麼國籍 我們是日本國籍啊 所以佔領不得移轉主權啊 他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國際地位就沒有辦法正常化了嘛 你就回覆到那個時候告訴他們就好了 一個流亡政府在台北 到目前為止在國際上都還是 是Chinese Taipei 這不能否認嘛 我們在 一年前還兩年前倫敦奧運 我們的代表還是中華台北啊 那時候難道我們有改成中華民國嗎 沒有啊 所以那還是流亡政府在台北啊 那既然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我們就不是流亡政府啊 我們這些本土的住民 我們不是流亡政府啊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的國籍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國際地位沒有辦法正常化嘛 因為他不代表我們台灣嘛 中華台北 台北他不代表整個台灣嘛 他只代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完整的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他完全不代表台灣啊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怎麼會正常化 因為我們被竊戰了嘛 所以他說中國大陸竊戰 中國共產黨竊戰中國大陸 然後呢 中華民國竊戰台灣 不是嗎 一樣的道理嘛 他竊戰我們這麼久嘛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念到 像秘書長常常在告訴我們 我們從來不知道嘛 他說廢除不平等條約 哪一個戰爭的條約是平等的 請問一下 戰勝國對戰敗國會有平等的條約嗎 我怕贏呢 我花了那麼多人力那麼多兵力 犧牲這麼多人 用了那麼多物資把你打敗了 結果我們說我們要定義一個平等條約 有可能 那我幹嘛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精力去打你 所以本來就是不平等條約 那不平等條約哪有在廢除 本來就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嘛 那時候日本花那麼多精力打敗了清朝 所以大日本 天皇陛下 跟清朝的皇帝陛下 訂立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把澎湖台灣都永遠的割讓給日本 所以他既然永遠的割讓給日本 怎麼會有說 台灣要還給中國大陸呢 他既然在那個時候已經永遠割讓給日本了 那如果說因為我們台灣是殖民地 那也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已經對台灣 早在1945年4月1號的前三年 就已經實施皇民化了 我們已經是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 他已經完全的讓我們成為日本的 另外一個 算另外一個州好了 台灣州 整個台灣的 像北海道 像四國 像宇納島 像這些 每一個東京都那個 本島地區 像這些地方 我們已經成為它的一個部分 不可分辨 那流亡政府怎麼可以在這裡合法化呢 所以國際戰爭法 占領不得一專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真是從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就已經是世界各國他們都承認的 只是在台灣 太多的年輕人 他們還沒有醒過來 為什麼 就像我們一樣 從國小學的 國中學的 高中學的 大學學的 他就用思想幫你讀化 然後讓你認同 讓你的注意力完全的偏差 讓你的注意力固著 他已經有完全的固著的注意力 這裡要跟各位分享 什麼叫固著的注意力 一張桌子 他需不需要四個桌角 就算這樣的長桌子 他需不需要四個桌角 如果一張桌子三個桌角 不太能夠 如果他更穩固 更多的桌角更穩固對不對 所以最好 這張桌子下面是一個實體的木盒子 把它撐住 整個包住這樣 這個桌面最穩固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桌面可以用 然後下面變櫃子這樣 中間再弄兩個小小的洞 讓你腳可以伸進去 國外有這樣的家具 那樣子的桌子是最穩固的 因為他已經整個被包起來了 那個叫固著的注意力 你相信這個桌面就是你寫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 然後下面有很多的信念支撐 因為你從國小 國中高中念的東西 讓你支撐著這個信念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現在要把這些年輕人的桌角拆掉了 把他們信念的桌角拆掉 所以當然需要花一點時間 你們今天坐在這裡 你們已經open mind了 你們願意接受新的事物 願意接受新的觀念 但是我試著曾經去跟一個好朋友 一樣做教育訓練 那真的很慘 因為他學的更多 我跟他講了四個小時 他還是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 我這樣很清楚的去拆他的桌角 他也都承認 他不相信 他覺得不可能 他覺得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想像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問他 如果你回到1945年 你有沒有辦法去想像 我們那時候已經實施日本黃明化 我們都很高興那些參議員 到日本去參政 我們都很高興我們代表日本 去一起參戰 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你有沒有辦法相信 你有一天 你要說日本人是賊 不是你的父親 你有沒有辦法相信說 那時候你的敵人 中國大陸 以後是你的父親 你現在在任賊做父 你知道嗎 你回到1945年嗎 我岳父每次都告訴我 他是日本人 為什麼 他從出生就是日本國籍 所以他一直說他是日本人 他的身分是被中華民國偷走的 他一直念書 他一直到做事的時候 偷到他還是日本人 然後他的身分是被中華民國偷走的 人家整個把你的身分偷走了 所以根據國際戰爭法 我們的台灣國際地位 沒有辦法正常化 因為我們現在的 我們的身分 我們每個人的身分都被偷走了 所以到最近 我們終於有機會 我們為什麼到美國的時候 看到很多老人家 看到很多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一起去的代表們 他們在那邊激動的落淚 我們年輕人真的沒有 比較沒有辦法感受 但是我知道他們在講的 他們說我們終於有機會 回到我們自己的 找到我們的親生父母親了 我們終於有機會 去領到旅行證件 領到台灣列島美國旅行證件 這是完整的名稱 台灣旅行證件 我們終於有機會去領到了 所以他們很激動 那如果就剛剛人格特質來講 你如果不是那麼感性的人 你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你會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哭什麼 為什麼要掉眼淚 有那麼激動嗎 有那麼嚴重嗎 他們等了很久了 他們從1949年等到現在 甚至可以說從1945年 就等到現在 他們有的 像我們的代表團裡面 成員那個年齡最高的 85歲了 85歲是19幾年生的 85歲 以192幾 對不對 1928 1928 所以1945年 那時候他已經17歲了 他親眼見證這些歷史 他很清楚 他已經慢慢的 慢慢長夜 他已經等了68年了 你看到一個退休的老師 退休的教授 然後在那邊熱淚盈眶 當宣布說我們可以 升級旅行政見的時候 你們感受得到嗎 我們的責任真的很重 因為我們要讓台灣的 更多的我們的本土台灣人 他們醒過來 讓他們更清楚知道 他是誰 就像 我們今天要提的 你的選擇 你今天選擇在這裡 我們也可以讓他們選擇 他在這裡面 雖然這是一本商業教育的書 但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跟他們提 可以問他們 如果 從明天開始 你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 你會怎麼運用你的天賦 運用你的優勢 你會做出哪些選擇 你會選擇 追隨你的熱情 追隨台灣民政府 讓更多的本土台灣人醒過來 還是 放任你自己 拜託 這是你的選擇 你會選擇 繼續堅持下去 一直到我們執政為止 還是選擇 不要改變 反正日子就是這樣的過 很多年輕人會這樣 他告訴我說 反正再壞也就是這樣子 反正再壞也就是這樣子 他們不會想要讓日子過得更好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麼 沒有辦法起頭式的平等 這麼不平等 如果今天他在你身上 加出這些不平等條約 然後讓這些 我覺得 像中秋葉我就很佩服那些 到那個 苗栗大埔那些人 他們講得很真實的狀況 他說如果今天這是你的 你的家庭 這是你的狀況 你會怎麼做 他們選擇中秋葉到那裡冒著風雨 去支援大埔 然後你會看到那些 那些官 說這機不可施 對啊 機不可施所以就直接被鞋子丟到額頭 所以你會發覺到說 像這些我們其實 對政治我們都不熱情 也不敏感 很奇怪我們也不會去想要了解 為什麼 因為那是我們本土台灣人以前的痛 我從小 從小我爺爺就告訴我說 你將來很有機會 你的條件不錯 從小啊因為我媽媽訓練我演講 她說你可以去當代表 你可以選立法委員 可是呢我媽就千交代萬交代 真的千交代萬交代 不要去碰政治 還好沒有碰 真的還好沒有碰 碰了以後現在藍綠不分 現在連連自己 這個到底誰是親生爸爸都不知道 還好沒有去碰 但是 你會發覺那個時候告訴你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 其實你心裡面就有一個熱情 一直埋一個深深的潛伏在那裡 政治不是不好 政治可以為千百人服務 可以為大家謀福利 你有能力 我們要鼓勵這些更多的年輕人站出來 你有能力 我們一起來改變台灣的現狀 難道台灣真的只有22K嗎 難道台灣真的只有這樣子嗎 難道台灣不能跟香港跟新加坡一樣嗎 甚至不能跟日本一樣 德國美國 我們都一直告訴我們自己 我們快要進入已開發了 可是我們的 這期的上一個週刊才在報導 這是真的 我有朋友也在澳洲 尤其30歲以前的年輕人 他們都去那邊 因為他們 一個禮拜 28K 一個禮拜 所以呢 他們說在那裡 天天吃牛排 餐餐吃大餐 一個月都可以存下6萬塊 一個月 一個月可以存下6萬塊 他說 他也去換算 在那邊的麥當勞 他們 不用到一個小時 其實大概半個小時 就可以吃一頓 一頓 麥當勞的大麥克餐 在台灣呢 你做一個小時 你吃不到 一克 那個大麥克餐 所以他說在那邊 真的可以 他們在那邊真的可以 天天吃牛排 還可以一個月存6萬 這是最新一期的商業週刊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 寧可冒著那個危險 冒著這個 不確定 跑到澳洲去 也許這是一個動力 讓台灣人 願意開始學英文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剛才學校 剛才學校的時候 很認真 在打招 有時候就出國去試圖 不過我出國去試圖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不需要對團 對團起來 很不平靜 這個景點不錯 想要多待一會兒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 我想在這個景點 多待一會兒 去感受一下 下一個行程 下一個行程 一直冠 好像冠火車 所以我從 告訴自己說 要把英文學好 因為我想要自助旅行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 有一次 差不多30歲的時候 我給自己30歲生一個禮物 就是 去找那個 某一家比較高檔的旅行社 自助旅行 他給我推薦泰國 我對泰國的印象 蛤? 泰國? 你上面有沒有推薦 你在推薦泰國 他說 其實泰國的自助旅行 都是外國人去的 他有一些地方 是整個 私人的這個 這個海岸 全部都被包起來 外人進不去 也不是觀光場去的行程 他既然這麼專業的旅行 要跟我推薦 我就去了 他說 四天三夜 一天要一萬多塊 五萬塊 我說 哇 那真的蠻高檔的行程 你想要看 現在去泰國多少錢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要五萬多塊去泰國 去到那裡 真的就很放鬆 去到那裡 直接 那個司機在機場接了 以後送到飯店 然後一到飯店 裡面全部的飯店裡面 就只有我一個 黃皮膚的 其他全部都是歐洲 美國的人 然後櫃台的小姐都講英文 然後進到那裡面 所有的行程 全部都是free 你就可以讓自己 在漁網池旁邊看書 然後自己可以騎 大概飯店都有提供 水上摩托車 你就可以騎 反正你租 他就可以讓你騎一整天 不用錢的 你就去飯店登記 我要騎水上摩托車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才直線 早上一大早 7點 就這樣 直直一直騎 然後我就騎到一個小時 因為他說 一桶油大概騎兩個小時 我就騎一個小時 到那邊 然後再遮回來這樣 騎好遠這樣 讓自己這樣很放鬆的 在那邊玩四天三夜 整個 就電力飽飽的 那個 陽光沙灘那些美景 永遠都不會忘記 然後就常常去泰國 因為那個地方就 只開放給 類似俱樂部 Clubbermate這樣子 開放給俱樂部的人去 台灣一年沒有幾個名額 所以那個真的叫放假 那些你永遠都會記在你的腦海裡面 所以像這些你沒有去經驗過 你沒有去體驗過 你會不知道說 你的生活可以怎麼樣過得更好 所以 他裡面還提到說 你現在可以做一個決定 如果明天你要主宰你自己的人生 你要選擇開始服務 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民政府 你要選擇開創 讓更多人來上初級班高級班 還是選擇 上完就算了回去等做官 那你要開始學方法 你們來這裡 我告訴各位如果有空 回到州裡面 回到中央來 你會學到很多的方法 我們都已經開始 大家的去研討 怎麼樣讓更多人去了解台灣民政府 怎麼樣用問的方式 我們就是要讓全台灣的人知道台灣民政府 慢慢的就會改變了 四千個高級公務員一到 我們就要執政了 我們即將要執政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開始準備當一個 這個讓台灣人民生活得更好的高級公務員 還是我們當高級公務員以後 違法濫權 讓台灣人民更水深火熱 我們都希望改變 在各位的手上 那你會在批評之下 屈服了 還是會堅持 你的信念 一路走到底 成功的起點 真的是下定決心 你們今天下定決心來到這裡了 成功的終點呢 很簡單 堅持到底 秘書長知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要執政 有 可能美國我告訴他 四千個高級公務員 那他知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 四千個高級公務員 他不知道 我們就這樣一路一直做 我們就很努力的一直做 透過各位口耳相傳 因為我們一直不斷的被封殺 我們那麼多的國際的活動 到日本 日本的媒體報導 美國的媒體報導 台灣通通看不到 因為我們被封殺 我們被台灣當局不斷的封殺 但是美國 你們不用擔心 美國也跟台灣當局講 絕對不可以用任何刑事 來對我們有任何的判決 因為我們是遵照 美國佔領當局 美國軍事法庭 美國軍事政府 核准之下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所以他們不能用任何的刑事 來判我們 到目前為止 我說真的 我這樣每天在外面這樣跑 我也常常這樣子紅牌 然後那個 我的紅色車牌 我們都講紅牌 不要誤會是那個 足球的紅牌 上次有一個成員說 是足球的紅牌 我們就掛著紅牌在那裡 紅牌白牌 然後常常會有那個 那個高速公路 因為我常常要跑 我要跑台中 跑台中 我要到處去你們那邊去演講 然後 那個交通警察車子就跟在後面 他們通常都跟 我們已經習慣了 他跟我就慢下來 我很希望他來 跟我聊天 我有機會就是叫他們可以來上課 通常都跟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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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跟大概兩分鐘三分鐘 他們就停到路邊了 有時候甚至這樣 一看到我就跟出來 就跟著 也不閃那個警示燈 就是跟在後面 在幹嘛 沒有想說他們都在打電話 報告長官 我們現在看到有紅色跟白色的 雙車牌在路上跑 他說那個你不要管 所以通常就讓他問一下 那我不要管 他沒有停到路邊 沒有一台警車來問我 還有一次在中立市 因為我住中立 中立市的警車就跟得很緊 然後一直跟跟跟 跟到市區裡面 我停下來他也跟在我後面 結果他還是開走了 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真的都不願意來跟我聊一下 你會在犯錯的時候 蒙混虎片還是認錯道歉 那個從中國的文化 這四五千來一直教各位 已經這樣子 反正大家就蒙混虎片 我們講真的 這個中國從現在 從到現在來荼毒台灣 那個真的從 應該是從康熙皇帝那時候開始 康熙皇帝對他的子孫講 永遠不能加稅金 雍正乾隆 他們都很認真想要當好皇帝 可是呢都不能加稅金 因為他傳給他兒子的疑訓 就是永不加富 完了怎麼辦 國家需要錢 打仗需要錢 建設需要錢 通通要錢 結果你就稅金不能增加 我就需要錢又不能增加稅金 結果呢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他們上面的是死掉的老爸 上面的政策是死掉的老爸 然後下有對策 這兒子當皇帝嘛 就開始 有那個異罪銀 養聯銀 什麼有的沒有的 你殺了人 沒關係 本來要判死刑 你可以拿錢來換 你有錢 一千兩 變官十年 一萬兩不用官 還有買官的銀子 你要當官可以沒問題 你要戴 你要戴那個 戴什麼樣的顏色的帽子 因為他們紅色就是三品以上大員 你要戴紅色的帽子 五萬兩 所以他們那時候會講說 三年青知府十萬雪花銀 也就是說你花五萬塊去買官 那個投資報酬率三年賺兩倍 都賺十萬回來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些貪官污吏的文化 一直傳一直傳 整個大陸 整個中國一直傳 傳到現在沒有結束 你都會看到現在都有 然後也傳到台灣來 所以讓台灣的人 不管什麼事情 我們舉今天馬英九的事件來講 你們真的要讀新聞 民主黨他會跟我們分析新聞 今天馬英九這樣子 他對王金平這樣子 我們講一個真實案 他說他是在講大勢大非 大勢大非 那如果講大勢大非 我們回到最早的時候 那些他在 他收那個什麼 特別費 那時候一審 宣判了以後 檢察官本來要再去上訴 檢察官要去上訴 結果一堆立法委員去官說 甚至曾永泉 這些人 雖然官說不管有沒有成功 大勢大非 他說官說不管有沒有成功 大勢大非 王金平就要下台 那些立法委員不用抬頭嗎 為什麼官說他 官說馬英九就沒有關係 那官說王金平就有關係 如果回到那個時候 所以你一個政治人物 你現在在懵混胡片 你要去看嘛 你現在在講說大勢大非 那你當初人家在說 因為特別費是共業 怎樣怎樣 所以大家幫你講話 因為你是總統 那些人幫你講話 就不敢判他們 因為他們幫你講話 那曾永泉跟那些立法委員 不是都要換掉嗎 然後根據台灣當局的那些法令 特徵組 特徵組他管的人 基本上連總統都要管 對不對 他連總統都要管 他不受總統的命令 那今天那個新的檢察總長 幹嘛要聽那個馬英九的命令 一起召開記者會 這些都不是大是大非嗎 如果你們懂得看這些新聞 你們就知道 所以那些人的講話 我一句都聽不進去 我都覺得齁 從以前我就不投票 因為我從以前 我就覺得兩個爛蘋果 我幹嘛去投啊 再怎麼投也是爛蘋果 難道投一投以後 那個蘋果會變好嗎 已經爛掉的蘋果會變好嗎 不會嘛 你說那個民進黨裡面 就沒有那些這些黑金文化嗎 那沒有的話 為什麼 柯建民可以這樣子 在那裡這樣統籌帷幄 運作得那麼好 王精明可以在那邊當 統籌帷幄運作得那麼好 他們兩個可以把民進黨 跟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全部都搞定這樣 兩個人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 常常接觸到這些政治人物 所以很清楚啦 說一套做一套 選前的政見一大堆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希望 我們真的希望台灣的這些人 我們教育出來這些同心們 我們真的可以改變台灣的現狀 讓我們台灣的小朋友 開始有夢想有未來 我就這樣想 因為我的小朋友 我有六個女兒 我們希望她在台灣生活 可以活在正確的歷史 可以活得有夢想有希望 這我們要一起來做的 那你們自己剛剛看到 我在教你們的那些人格特質 你們看到你們自己的優點在那裡 盡量去發揮 你到底是理性 還是你中結果 你一定會有你的優點 盡量去發揚你的優點 自然人家就不會看到你的缺點了 每個人都有優點 天生我才必有用 這是她在講的 天賦很容易 每個人都有天賦禮物 我們要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有一個 美國的小女生 她曾經問過那個 問過那個什麼 她的老師 為什麼上帝那麼不公平 上帝那麼不公平 我弟弟喔 他美國會中男情女 我弟弟這樣又壞又不乖 可是什麼好的東西 爸爸媽媽都給他 對我很不公平 那個老師 就告訴他說 上帝給你最大的獎賞 就是讓你成為一個好人 這是最大的獎賞 你是一個好姐姐 你是一個好女兒 這是最大的獎賞 上帝給我們最大的獎賞 就讓我們今天成為一個好人 我們願意 今天站坐在這裡 去了解正確的歷史 來一起幫助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台灣人可以活到 回到正確的歷史軌道 所以呢 你們在將來在 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遇到一些 反對的意見 你可以選擇放棄 你也可以選擇用你的愛心 用你的誠心 讓他看到你的改變 我常常在告訴學生 你不用講什麼 你不用告訴他們說 欸 我跟你講 我這次想一個很好的 老師給我講一下講一下 不用 你只要用你的行為 他看到你改變了 小孩也一樣 這今天小孩就是你的鏡子 小孩子是你的一面鏡子 你一直跟小孩說 不要看連續劇 不要看連續劇 結果呢 你都在看連續劇 他會不看嗎 我常常跟我太太講 我們不要看韓劇 不要看韓劇 因為韓國人 對我們很不好 不要看韓劇 結果呢 因為電視打開 通通都是韓劇 除非你選擇 不要看電視 沒有韓劇 現在在台灣 真的很泛濫 所以小朋友 他不會聽你講什麼 他會看你做什麼 他會看你的所作所為 看你怎麼去教導他 所以你在 你現在在 你在教導的過程 在教育你小朋友的過程 甚至你在跟你的朋友 在分享的時候 在分享台灣民政務 他會看到你的改變 而被你感動 而來到這裡 而不是你講到嘴角轉波 我以前在做業務 我也在教導很多業務員 我常常 人家給我買最多 一年給我幾個百萬的 我都沒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去一個人家那裡 我跟他用很久的 我跟他用差不多二十幾次 他都沒有學到 結果我跟他學到之後 我坐下來 我跟他問問題 我就問他 我關心他 我想說我們要先寒暄 我關心他 結果他就跟我說幾篇 他跟我說差不多兩點多錢 可能他都沒有那個機會 跟人家說兩點多錢 因為沒有人會坐在做聽眾 人家會一直跟他說 結果說完之後 他說你是我遇過最專業的業務員 我都沒說話 我跟他問一個問題 他說我是他遇過最專業的業務員 他就開一張 兩百萬的機票給我 我給你買 我相信你很專業 所以我通常成交很大的case 我都沒有跟客戶講什麼 都是我在聽客戶講什麼 我說客戶講給我聽 你要會問 你要很認真的聽 這個從我媽媽身上學來的 因為我媽媽以前告訴我們 聽不要為了說做準備 我們通常聽都是為了說做準備 你在聽你朋友在講的時候 你在聽你朋友在講 你就準備要說服他 你準備要去影響他 沒有人喜歡被影響 沒有人喜歡被說服 而通常他們會下決定是因為 所以你是一個很好的聽眾 人通常也會講到後來會矛盾 你給他看嘛 我給他看這些歷史的真相 我問他嘛 我只要問他讓他自己去講 他會講幾拼 講到後來他會發覺 他講到常常遇到這樣 他講到自己很矛盾 他前言不對後語 你給他點出來 你剛才說這樣 你現在怎麼變這樣 對啊他覺得自己說的 我剛才說的到最後說的不一樣 因為真理永遠是真理 這是正確的歷史 因為他把我們改變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真的 他騙我們的 他也在228的時候 告訴我們 他只有殺我們幾百個人 實際上呢 在日本時代有戶籍 到後來中華民國清查戶籍 問那個台中那個審議員問 在那個那時候審治議會在問的時候 他們說真的有十二萬五千個人的戶籍不見了 本來有名字的 所以我們找到的只是 不是這個家屬還可以去深淵的 那很多全家都一起不見了 找不到 我們聽到很多的受難家屬說 在台北 在高雄 在台中 他們是腳 穿著釘子 一個一個丟到海裡面 一槍打了一個丟到海裡面 一個一個這樣 一連串跌下去 其中有一個人 上來講 他是因為被拖下去 沒有打到他 槍奧沒打到他 被拖下去他自己掙脫上來 他拿他的手跟他的腳 被穿過的那個 就是這樣子 十二萬五千個人 這些都是正確的歷史 他們沒有辦法掩蓋住 所以我們一起 當一個好的聽眾 去影響更多的 我們本土台灣人來到這裡 一起來改變台灣 一起讓台灣變得更好 好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 各位台灣請起立 走勒 下口好困十分鐘 欸 剛剛要買旗桿齁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買樹找我的小姐在那裡